记得跟病家说明可能的明炫状况 不然的话他们半夜会吓到叫急救车 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那你想想看 就因为小柴窝汤的明炫反应呢 这个标准的反应 它都必蒸蒸而正 当然这个正一定是冷得发抖的感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蒸蒸当然不会是热的意思啊 比较是事业蒸蒸日上的那个蒸蒸 就是抖得很剧烈的样子 就这个人会剧烈的颤抖 然后呢 又发一阵热 然后喷身上挤出汗 然后好 就是柴窝汤真的是有这个明炫的 而这个明炫是不是只有这个形态呢 那不一定 我们说麻黄汤的那个明炫是出血嘛 对不对 鼻血 那蒸汤汤的明炫是出水嘛 对不对 吐水拉水都有可能 那柴窝汤的明炫呢 其实柴窝汤的明炫 我们现在人人都在用电脑了 所以讲一个状况就很容易明白 柴窝汤的明炫很像电脑当调 你觉得 哎呀算了档案不要再存了 按一下重开机按钮 就是那种感觉 就柴窝汤的明炫 因为柴窝这位药是严重的会冻到 你的人体的很多重要中枢的 那你身体的气血不足以支撑这个事情的转变的时候 你的人会真的发生类似重开机的状况 就吃了柴窝汤之后 觉得眼睛一黑 然后人就像扑倒下去这样子 然后家人会吓到 就是怎么喝这碗汤昏倒了 然后但昏倒个几秒到几分钟之间 这人会说 哎我感冒好了这样子 但是在这几秒到几分钟之间 家人可能已经一一九打过了 所以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柴窝 就因为柴窝要说推陈至新的话 不是省油的灯 这个药柴窝二两四下去 你的身体里面很多很多东西都会被冻到 它是一个很剧烈的药 只是因为它剧烈的地方呢 在你的三交 在你的下士丘 在你的血液 我们待会还要讨论柴窝跟血液的关系 所以你人不会感觉到那么剧烈 就像柴窝汤 比如说我有遇到那种 比如说淋巴肿的 就一颗一颗淋巴肿起来的那种 那其实淋巴会肿 代表它身体血液一定成的地方 有在发炎或怎么样 那二两四的柴窝汤 喝一碗消一点 三碗下去淋巴肿全退 这是常有的事情 或者说你说按到这边有压痛 有一坨东西 柴窝汤一碗下去 十分钟一碗你就没有了 所以你就知道柴窝汤很猛 这个跟大黄盲销那个拉肚子的猛 其实是很接近的 你看这么大一头东西一下就不见了 到哪里去了 其实柴窝蛮厉害的 当你开到二两四的时候 照照中景的开发的时候 它有这么厉害 所以说这个重开机的现象在人身上往往会表现的蛮戏剧化的 所以要知道一下 所以如果是开给别人的柴窝汤 要看到发现他身体可能有虚的话 那个明确反应就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不然的话当他的人体在重开机的时候 他家人撑不住 那本人倒是没什么难过 就是眼睛一黑而已 那相对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过物质 就是感冒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柴窝汤 然后就煮了一锅柴窝汤来喝 然后煮出三碗 我记得我从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就是好像是煮了柴窝汤 我那时候非常夸张 在公司上班 就在午休的时候冲回家拿煎药壶 然后在公司开始做 那时候全公司的同事都 就是觉得很讨厌 就是有人可以生病身上那么大牌的吗 就是 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个样子 那样几句蛮讨人厌的 所以我就下午啊 就在公司喝一碗 然后剩下两碗的 就再拎回家继续喝这样子 结果你知道喝柴窝汤 如果你是没有明眩反应的人 你就会觉得喝一碗下去没什么 然后等一下吃晚饭前再喝一碗 然后晚饭后再喝一碗 然后然后晚饭后就家人看 说你怎么看电视看得不高兴啊 我说为什么不高兴 他说你不是在生病吗 我说对啊忘了 就是没有 就如果是没有明眩的话 那个柴窝汤把人医好的那个过程 会让你觉得好像那感觉就是 忽然之间忘了自己生病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你说桂枝汤或者麻黄汤什么 都还有要发一个汗 然后怎样 咱就有一个那个看到病邪被挤出来的那个过程 或者白虎汤也会发汗 吃白虎汤也会 阳明镜会发汗 陈气汤要拉 就是都有一个病邪被你挤出来的那个感觉 可是柴窝汤不是 柴窝汤好像在你身体里面一个看不见的角落 放一个果汁机 然后把病邪都搅进去 然后全部打碎好 打碎了 喳喳的不知道自己解决喝掉了 所以就觉得桂枝汤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在没有明眩的时候喝起来的感觉 让人觉得他好温和好温和 比任何一点汤比任何一铁汤都温和 所以他才特别特别需要提醒你他有明眩反应 因为他的温和是假象 那病邪是被暗杀了 但能够暗杀人的杀手 当然比能够明杀人的流氓要更厉害啊 所以是这样的一铁汤 大阴丹汤 当然讲这个听起来都有一点扯扯的 但是就是柴胡汤吃下去的感觉就是对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吃到二两四柴胡的柴胡汤 你也可以体验到或者明眩 或者是病好在不知不觉之间的这种感觉 还蛮好玩的 就是我觉得柴胡汤就这样用着顺的人 很快就会忘记这些激烈的房子 就觉得好温和哦 这辈子吃过的药一只一剃完嘴温和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淡淡然 淡淡然 那钟吴燕的电影就写啊 淡淡然的分手才是最绝情啊 那就是怒冲冲 恨绵绵淡然然三等啊 淡淡然 淡淡然是最绝情的那种 那这个 那我们继续再讲回柴胡这个药啊 就是知道他的推陈世青的效果有这么强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柴胡这个药啊 他我们平常怎么在看待他 首先我想要讲到柴胡的话 我们要说的是柴胡在中意里面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用量 重剂量的柴胡跟中剂量的柴胡跟轻剂量的柴胡 用起来的感觉呢 仿佛是三味不同的药 就是 我们一般 如果是用黄莲对不对 五分黄莲是有一点寒对不对 一千黄莲就更寒 两千黄莲是蛮寒 三千黄莲是很寒 六千黄莲是太寒对不对 其实几乎药性就是这样子吧 很单纯 但是柴胡不是 柴胡的状况比较是几分柴胡是一种药性 然后几千柴胡是一种药性 一两柴胡以上是另外一种药性 所以柴胡它的药性是量变会造成质变的一个药物 那如果我们说用柴胡呢 一碗汤里面有现在剂量的八千以上的柴胡 就是说一铁钥是二两四这样来算的话 这个二两四的柴胡 应该说一碗汤八千以上的柴胡 这样讲比较精确 八千以上的柴胡呢 它是治少阳病的 那这个少阳病包含了什么呢 可以说它是八千以上的柴胡 它的药的浓度有这么高的时候 它是可以动到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个 夏氏秋的这些几个开关的 就是这些什么体温调节中枢啊 什么内分泌中枢啊 自立于神经什么 胶感切换到副胶感 什么这些功能 就是这么重心上的柴胡是有这个效果的 那如果你的柴胡是 一两千到六千之间的话 通常我们那种情况就开个两千左右了 就两三千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来怎么样呢 是输肝解育 调畅契机的 也就是说虽然《伤寒论》里面的这个柴胡少傲只是干草汤 它的柴胡是写到半斤这么多 但是我们一般后代的人干四逆散 只是要调畅契机 只是要疏肝解育 那两三千就有效了 倒是不必用到八千以上 就八千以上是治疗的是有关系到少阳病的那个领域 所以只是调畅契机输肝解育的话 我们就用两三千就好了 然后呢 如果是用在像补中一气汤之类的方子里面 就是补中一气汤在李东元的原方里头 柴胡只放两三分 那这么一咪咪的柴胡在干嘛 你说他是不是可以输肝解育 对不起哦 干那么大坨柴胡那么小 我想是输不了怎么干 但是呢 那一咪咪的柴胡它可以有一个效果 就是把其他药的药性呢 帮他指一个路 说少阳区块走这边 就是把那些什么 比如在补中一气汤里面 他把这个人森啊 黄旗的药性指到少阳区块去 那少阳区块 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它想象成人体的一个网子一样的东西 那把这些补药的药性指到这个网子里面之后 他就会沿着这个网子上升 所以 一点点的柴胡 你说他的引筋也对 在父亲主方里面是引筋 在李东元的补中一气汤里面是出来的 叫什么叫做生蹄 就是你的补气药如果有那么一咪咪的柴胡在里面的话 补气药就会走上上升之路 就是走到三角这边然后开始上升 所以那一个人的元气如果垮下来 说这里下垂那里下垂然后怎样 那就是什么脱缸啊什么内脏下垂那种 那你要把元气提起来的时候 补气药就要加那一咪咪的柴胡 柴胡去让他的补气药走上升蹄之路 所以我们就会说轻剂量的柴胡就是五分左右 或者五分以下 那是升蹄元气用的引筋药 中剂量的柴胡是书肝结育跟调畅气肌的 那如果是重剂量的柴胡呢 那个是处理邵阳区块的邵阳病 而这三种使用方式上面的柴胡 吃下去给人的感觉是蛮不一样的 就好像三种不同的药一样 那像大陆呢 你就发现到柴胡的重剂量有这种开开关的效果 于是呢 现在大陆也是中一发展到极致又变西医了 他们把柴胡做高倍速浓缩的柴胡注射液 干嘛 专门用来退烧 就代替西医的退烧药 说那种西医退烧药都不一定退下来的柴胡注射液下去 咔!烧就退下来 因为柴胡这么高浓度的时候 它会强迫人的脑部的体温调节中枢这样转过来 可是这样子用柴胡 我个人总觉得这是对中医的一种背叛吧 就是人体温 人在发烧总是有原因的嘛 对不对 有发言你要消炎啊 那你有这个太阳病要发汗啊 阳明病要清阳明 要排通大便 你要总有理由处理一下嘛 你什么东西都用柴胡卡拉一下 因此把那个开关转掉 就是什么都这样子拔一个插头 这个微波炉会不会坏掉啊 就是 就是把中药 就是柴胡用重剂量能够这样子调人的体温 本来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可是把这样子把柴胡中药用到西药 其实我会觉得好像不太妙啊 就是它的 这样子用下去又变成 对于身体本质上面的条理没什么帮助了 不过你也不能说它是错 基本上不能说是错 因为 有的时候 有些病 它那个烧你得先退下来 不然没办法搞 比如说 像是大陆那边就说什么 大业性肺炎 它那个肺炎热的那个样子 你如果没有办法退它热 那你就烧死了 那那个时候如果用尖剂要退那个热的话 是怎么用 柴胡125克 125公克的柴胡 可以退大业性肺炎这样子 就是高浓度的柴胡 那于是乎 对于柴胡这个 轻中高三剂量的这个假设呢 我忽然之间发现今天以为可以早下课 又是一个虚妄不实的梦想 我还有 牡蛎这位鸭要介绍 我老天爷 对不起大家 那这个 有人推测说 说不定柴胡这个药物里面的有效成分 它是 当它在轻剂量的时候 它只有其中的某 几种成分会有效 有其他有些成分 还没有到达有效的那个量 那到了中剂量的时候 某几种有效成分才到达它的有效剂量 然后到达高剂量的时候 它的某几种成分才会量大到开始产生效果 所以它有人这样推测 为什么说推测 为什么这话不能说 它现在有人检验出来 我们上次有讲到日本有人研究柴胡汤 用化学的分析 后来说柴胡汤是怎么样的方 不可检验之方 就是用西药的化学研究 去这么认真的研究柴胡 结果到后来说柴胡是不可研究之方 研究小柴胡汤 因为日本人很爱用小柴胡汤 爱到都吃死人 就是 那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化学分子式 它有这个什么ACD三种它的分子式 然后呢 吃到人体以后 这个D又变出九种 然后这什么又分这么久 就是说 就是一个柴胡汤 你的化学成分吃到人体里面 它原来的化学成分进入人体 又一种变出很多种 这样子不停的这样变化 那你 几万种化学成分 在那边不断转换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成分有什么效果 所以它西医 现在经过深入的研究 我觉得他们到最后说出一个很公道的话 就是柴胡汤不可西医研究 因为 研究不了 就是现在的研究没有办法处理那么高的情报量 这是目前西医的结论 而如果你问中医的话 我想不止一位的这个中医界的这个师长 都曾经讲过都感慨过 哎 学中医一辈子 创不出一帖小柴胡汤 就是说 就是不少不止一位的中医都会看到小柴胡汤 柴胡汤觉得怕怕的 为什么觉得怕怕的 因为 你想想看 像柴胡汤的这个比例是很怪的 柴胡用到半斤对不对 然后其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平常是照我们一般用药习惯 这个药用一点 那有什么效果 对不对 如果有一味药 他用一钱是这个药效 两钱也是这个药效 三钱四钱 五钱六钱 还是这个药效 那你会把它用到二两四去吗 对不对 就是说 没有人那么深那么无聊吧 所以一般经验法则在操作的中医 没有办法去触及柴胡汤的那个伎量比例的领域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中医也会感慨 就西医在感慨 柴胡汤不可研究 中医在感慨柴胡汤不可创造 就柴胡汤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就张农景是把从上帝里面偷火种来的普罗米修斯 他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 那个可能只能说是什么 太古高文明的什么东西 或者是外星人或者什么 或者是开悟者 反正就是神仙来的啦 就是地球人的智慧到今天 在处理变因上面没有办法创造柴胡汤 所以就是这个汤很怪的地方 那柴胡汤的第三个 这个伟大的地方刚刚也讲过 就是履历表最漂亮 就是他治过的病最多 就是踢过的管最多 就是江湖今天非常够的一帖方 就是这柴胡汤很漂亮 那我们讲到柴胡汤的话呢 那这个柴胡的推陈至新的药效 我们要再多讲一点的话 我想 比如说 有一个病 我们中国历代也会用柴胡汤来医的 也就是虐疾 那我们都知道 虐疾之所以会发寒热 那是因为体内的虐原虫在繁殖 就是虐原虫有它的孵化周期的 那人体是随着虐原虫的孵化周期 然后激起我们的体温的这个反应 那所以你说 柴胡我们说它不是走少阳经的药吗 对不对 那 虐原虫观少阳经屁事啊 那那是虫子在你体内里面 血管里面啊 可是呢 就有人讲 有医生这样讲 他说 虐原虫要孵化 那个虐原虫的孢子 是寄生在人的红血球里面的 那寄生的虐原虫的红血球 就是一种比较不健康的红血球 可是如果虐原虫的孢子 不住在红血球里面的话 那 它也没办法孵化 就是会变成胎死腹中的状态 那 柴胡汤喝下去会怎么样呢 我们中国一系有一个叫做截虐 就是要在虐还没有发作前把它截断 就如果你在虐原虫的孵化周期之前 喝柴胡汤 那 里面有孢子的不良红血球 就全部会被柴胡汤打碎 然后这个孢子就不能孵化 所以让它绝子绝孙 所以就 虐病就医好了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柴胡汤对于血分是有高度的影响力的 虽然我们现在 我们古代的中医 其实不太能够那么清楚的说气跟血 但是像我们现在研究柴胡汤就是 比如说柴胡汤的辉煌履律之一 也可以说柴胡汤有医过红斑性狼疮 因为红斑性狼疮 日本人叫胶原病 胶原病是什么 就是你的血液会粘稠的像果冻一样 那血液变粘稠这件事情是柴胡 重尽量的柴胡的拿手好戏 就是它在你的身体里面 引发的一连串的反应机制 就是它的 其实肾上腺皮脂素这样出来之后 就是就可以让血浆粘度降低 然后干血流量就升高 然后什么改善 营养就改善 然后干洗胞就可以自我修复什么的 然后另外柴胡汤它能够直接动到人 因为你知道胶感软负胶感这件事情 其实是刺激胃肠腱皮脂分泌 其实也就是人的免疫技能升高 所以现在有人在研究什么柴胡汤可以抗癌 什么柴胡汤抗艾滋 可以维持什么T细胞 就这种研究一大堆都在做 不过 我觉得站在一个也学习精方的本位来讲 我还是要说柴胡汤适用于什么情况 适用于少阳症 没有少阳症你用柴胡汤呢 都不能说是很贵 就像是柴胡 因为到底来讲柴胡汤不是补药 你要让这个人三交区块 少阳区块抢起来 请吃黄旗健中汤 黄旗健中汤才是补药 不要笨到用柴胡汤 那因为柴胡汤就是这样子 随随便便你研究一下 这什么改善干细胞功能怎么样的 然后呢 日本人就狂吃猛吃啊 就可以饱干 然后就很爱吃啊 然后就 94年到96年之中 就88个人吃柴胡汤 吃到的兼职性肺炎 然后有10个人死翘翘 到了1998年又死4个人 就是柴胡汤吃到怎么样 吃到干阴虚 你想想看 虐原虫包子寄生的红血球 柴胡汤都一次次更杀光 或者说你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08会结块 实际上这东西代表 就人的血液里面 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发炎 对不对 不然08不会这样结 那你一铁下去10分钟 20分钟里结块就消灭了 你这个 那个柴胡汤冻到血冻到多厉害啊 所以你说它会不会影响 严重影响血液 其实会 那 那 结果吃柴胡汤吃到 长期以为是饱干要吃的话 那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那像日本人兼职性肺炎 如果像肖轩老师他们那一派 五脏相传的那一派 那什么 干阴虚会怎么样 传成肺阴虚 那兼职性肺炎是什么 就是肺的比较 就是兼职的话 就是肺中 比较是里面的那一层什么东西 就是一般的肺炎是从外面感染嘛 可是兼职性肺炎是没有什么外面感染 里面肺自己烧起来了 就是阴虚到自己烧掉了 那就是肝 被柴胡汤搞到肝阴虚 然后弄到肝阴虚传肺阴虚 然后肺就烧起来 然后人就肺掉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日本人就吃到兼职性肺炎 那如果是 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子 因为太容易觉得柴胡汤是一个治肝炎的药 因为柴胡汤你来治什么 B型C型肝炎什么 通常都有一定的疗效 所以都会让人觉得它是饱肝药 但是那么高比例的柴胡吃下去 你不能够克服这个肝阴虚的问题 所以在没有柴胡症的情况下 就有人柴胡汤给猛爆性肝炎的患者吃 一吃就死 因为那个人已经是阳食在烧 然后肝已经阴虚的不得了 你再吃柴胡汤 刚好爆掉 就一吃就死 所以柴胡汤是不是能够饱肝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观察有没有少阳症 否则的话 用起来有它的问题的 像我们讲义上面就有给同学两篇文章 就是先后的两批讲义 我用讲的最好 就不要翻了 回去自己看 就是我前面有给一篇 何少奇她讲的 她的文章说 柴胡不结肝音 她说她的老师江春华用柴胡用的都很重 而且吃很长期 都没有事 然后呢 所以代表这个江春华老师这样用 代表柴胡不结肝音 然后呢 后面我又选了王绵之方济学讲稿 有一篇 他讲说谁谁谁吃柴胡吃到耳朵嗡嗡嗡叫 这样子 那 对不对 两个都对 因为我在讲何少奇先生的 说的江春华老师 可能就是一个辩证已经变成本能的人 所以他开柴胡不会开错的地方 那开柴胡不会开错的地方 就不会出现解肝音的现象 但是如果是不标准的症状之下 你开柴胡就会解肝音了 那 像我这次教 礼拜六昨天晚上课教完 就助教就 就抱怨啊 说 你上一次教柴胡的时候 解肝音就这样一句话就带过去 就害我们吃苦受罪啊 怎么讲 就比如说上个礼拜的时候啊 就像沉入教 他就 他就觉得头痛 然后头痛呢 他就想说哎哟 这个头痛是 少阳经经过的地方在痛 那 他就觉得说少阳经嘛 对不对 疏通少阳经代表就是小柴胡汤啊 小柴汤科学中要这样吃一点吃一点 结果呢 吃一点更痛一点 到最后痛到不能过日子了 那 然后就去找 他的楼上的邻居啊 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 他就说怎么办 我头越来越痛 然后那邻居就跟他讲说 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够 那他就说对哦 最近没怎么睡好 那你有没有当归补血汤借我 然后就跟那个邻居借了当归补血汤 然后就吃一口就好一点 吃两口就好两点 然后就很快的当归补血汤 把这个头痛打完收工 就是血须头痛啊 那 可是 那时候已经 日落西山 沉入教的一天已经废了 就废在这个小柴胡汤上面 就是当你是血须头痛的时候 就你想想看 张仲敬有没有说 柴胡汤正有头痛痛在少阳经这件事 没有 也就是说 就算你痛了少阳经 他并不是当了你少阳病 所以 那个是血须的头痛 那 又像是 嗯 张仲敬昨天也在说 从前啊 就是教柴胡汤我没有教清楚 所以他就有一段时间吃柴胡汤 就吃了之后就怎么样呢 眼眶就凹陷下去 把他吓死了 然后后来停止小柴胡汤 然后才 开始恢复 所以 小柴胡汤 用不对地方的时候呢 其实 还是有他的 危险性存在的 这点是要的 我们停一两 一分钟 我们让助教换一下带子